当了几年的宠物博主 收获了众多热爱生活 心纯善念 喜爱小动物的粉丝朋友 每天发视频 与粉丝们互动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这几个月 自媒体的创作者 受平台规则的影响 创作收益大幅度降低 而我这个宠物博主 这几个月的视频收益 还不及之前的二三十分之一 发一个视频 每天只有一块多钱 发两个视频 顶多就有两块多钱的收益 我家里家外 有二十来只猫需要养 靠平台的收益 已经很难很难 让我家的这些毛孩子 吃上一顿饱饭了 既然拍视频不挣钱了 我就去开直播 就播我们家的这些猫 楼上的原住猫 楼下的流浪猫 直播间的人气一直不高 每场直播观看的人数 基本就是十几个人 还都是靠我们家的老粉丝 撑着场面 而每场直播的收益 也就十几二十几元 勉勉强强能换来这一二斤的猫粮吗 为了让我养的猫生活下去 我申请了图猫科技的云头喂猫物 依靠我家粉丝和陌生爱心人士的云头喂 基本解决了二十来只猫孩子吃猫粮的问题 我们家的老粉丝对我家猫确实是真爱 对我们救助的流浪猫也爱心满满 经常寄来猫粮 罐头 主食肉包 猫条 适量包等 让我家的猫孩子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在此真的十分感谢 往年双十一 我都会大量的囤猫粮和猫用品 但是这几个月收益已经不允许我搞囤粮计划了 我也就选了两款打折的猫粮买了三四十斤 先喂着吧 等有直播的收入再逐渐的买点猫粮 很幸运 在我这个宠物博主混得最惨的时候 有众多粉丝的帮助 还有图猫科技 云头喂猫屋的助力 让我家的二十来只猫孩子还能吃上饱饭 所以 即便在发视频几乎赚不到收益的情况下 我还是增加了每日更新的数量 现在每天都更新二到三个视频 为的是让还在喜欢我们家猫孩子的粉丝们 享受到更多一点的快乐 我是宠物之道 管爱用于偶像 谢谢我最贴心的粉丝们 谢谢善良对待流浪动物的人们